蒙古男人在重慶森林仲都被殺 仲都的蒙古男人回到賓館房終於捱不住 抽筋吐血,躺在床邊死亡 警察看重慶大廈230 部閉路電視 見到蒙古男人下午在地下餐廳喝酒時被人打 之後回到14樓賓館到5時多,被發現昏迷 落成近半個世紀的尖沙咀重慶大廈以廉價賓館出名 有研究說一年內就有超過120個不同國籍旅客居住 有重慶森林之稱